被视为是马总统分身的马办执行长金普聪到美国访问 也特地到华盛顿国民队球场来拜访王健民 很担心被说成是消费选手 因此呢金普聪他也避提任何的选举口号 而原本话就不多的王健民倒也没有多做回应 直到看见了神秘的小礼物 也就是台湾喂的月饼 他才笑开了怀 王健民台湾之光 台湾加油 加油 喊了中华喊了台湾 就是没喊马无的选举口号 台湾加油赞 刻意避开选举用语 就是不想被贴标签 逃到美国消费王健民 千里迢迢飞到美国华盛顿 金普聪和立法院副院长曾永泉 特地抽空党 直奔国民队的球场 带着马总统的贺卡和亲笔签名信 送给台湾之光 不过不知道是因为太过惊讶 还是刚刚练完球 有点累 王健民话不多 始终维持一号表情 直到神秘小礼物出现 看见台湾迷的月饼超开心 帮台湾之光加油打气 马总统还亲自录制了一段影片 现场摩托 王健民 赞 赞 赞 我们大家看到 建民你又回到了美国大联盟的投手秋上 发光 发热 当你失败的时候 你总是会说 我的努力不够 我还要更努力 当你成功的时候 你永远会说 我还可以打得更好 这样的一种态度 这样的一种风度 真的是让人家非常佩服 为了这场马王隔空见面会 总统很高呼 特地化妆上阵 不过似乎有点过了头 脸上粉太白 眉毛明显化太粗 怎么看就是不对劲 不管是现场还是影带里面 选举字眼半个都没出现 但选前倒数一百多天 特地开拔到美国 拉票意味 悄悄蔓延中 周日宣传爱理事界 美国华盛顿